大家好,我是南投縣埔里高工的謝孟陽老師 接下來我們所要介紹的章節為第五節原子核的構造 首先我們來回顧一下 上一個章節我們提到 拉瑟芙以Alpha歷史裝集金箔來驗證原子核的存在 所以於是乎中間就是所謂的原子核 外圍繞形的所謂的電子 我們又稱它叫做行星模型 這時候我們就會提出一個問題來 這個原子核究竟它有多大 另外原子核內部有沒有其他的細小的結構呢 拉瑟芙當時也研究發現 原子核的直徑它推估大概約在10-15公尺左右 那我們也用另一個單位來表示它 它相當於也是叫做1Fm 那這Fm我們中文稱它叫所謂的非米 所以代表1非米相當於叫做10-15公尺 原子核大小也接近這個範圍內 那我們來想一想 那原子核跟原子核的比例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舉例來說 原子核如果是一個1元硬幣的話 那原子的大小呢 大概就相當於叫做一個足球場 那你想一想 如果我們將這個1元硬幣丟到足球場中 你會看到中間呢 一元一幣幾乎非常非常的細微 看不到它的存在 所以我們會發現 原子核在原子裡面呢 幾乎上是非常非常的微小 那原子核內部呢 有什麼其他的構造 拉瑟福呢發現 他用α粒子去撞擊一些金屬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個帶正電的粒子跑出來 那這個粒子呢 基本上跟我們氫的原子核一模一樣 所以呢 他將這個粒子命名為叫子子 而查瑞克呢 也在類似的實驗中也發現 他在用α粒子撞擊一些金屬的時候 也跑出了一些不帶電的粒子 那他把這個粒子呢 稱叫做中子 所以我們說原子核內呢 基本上應該有這兩種粒子存在 子子以及中子 來我們在自然中呢 發現了好幾種 總共大概有一百多種的元素 那在那麼多元素之中呢 我們怎麼去把它做為區別 以及分類呢 好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我們以皮原子為例 那我們在元素周期表上呢 常會看到這樣的數字以及符號 那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還中間呢 它的元素符號呢 以皮原子來講 我們是將它拉丁文的前兩個字母 當作它的元素的符號 而左下角呢 這個原子序 等於四 這代表是子子的數目 也就代表皮原子裡面有四顆子子 那如果它是一顆電中性的原子的話 我們說電中性呢 電量總共應該為0 所以子子的數目應該要等於電子的數目 所以也就代表皮原子裡面總共有四顆的電子 那左上角9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稱叫做質量數 那質量數呢 是所謂的子子的數目加上中子的數目 所以在皮原子裡面 它們的子子數加上中子子數 總共的數目應該為9個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我們如何區別不同元素的種類呢 我們看到觀察上面 同一種元素呢 基本上它們的子子數應該會是相同的 那不同元素呢 它們子子數會不同 所以我們看到周期表上 你會發現這些數字 5 6 7 8 9 10 好像有點排序 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的子子數 或者可以把它稱叫做所謂的原子序 我們可以把子子數的數目 來當做原子排序的參考 來我們來練習一下 來下面呢 有一個鐵元素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那你看看 這元素裡面呢 它總共有幾個子子 電子 及中子呢 朋友們想一想 我們來看 來左下角的原子序呢 為26 代表它的指子數 以及電子數為26個 那左上角呢 這一個 54代表是質量數 所以呢 我們指子的數目 跟中子的數目 加起來應該為54個 由剛剛我們得到的指子數有26個 所以我們可以推估 中子的數目應該為28個 好那我們稍微做個總結 所以我們發現 原子核內部呢 應該有指子 以及中子所組成 以及呢 我們可以用元素的符號 來表示這些元素 那同學呢 對於原子核 內部的構造 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的呢 好 那我們這章節就先交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